HELLO 粉絲團的各位朋友大家好 現在要跟大家介紹的車款是 Nissan Big Tida 那這款車其實前一陣子公司裡面也有一模一樣的車款 來給Tida的車友們來試乘 所以我們Tida的車系也銷售的相當不錯 那這款車它的底盤懸吊系統 到了最新的iTida 它的底盤其實跟Big Tida是一樣的 那如果一袋的小T就是Tida 一袋的Tida的話它的前面懸吊下方的結構不太一樣 那基本上它的架構都是一樣 前面是麥花層後方的話是一個ToyB的系統 所以它的後方懸吊其實非常的簡單 拆裝的速度也很快 那前面的麥花層懸吊系統 這個是在從Tida開始其實也有跟雷諾的集團 歐洲的法國的雷諾汽車也有合作 所以它的一些小細節其實可以看到雷諾的影像 像這樣的避震器上座設計呢 在之前的Nissan的車系的話是比較少見的 那這個從雷諾跟Nissan車系在零幾年之後 有合作之後 這些有一些西部零件甚至筆盤的調校呢 就有一些歐化的一個狀況 但是畢竟這樣的小型車款呢 它的筆盤不會做得太過於運動化 它還是會以舒適為原則 所以這一台車其實 如果配上205、50還是56 205、50、17的一個 波輪版的旅圈的話 它的輪胎上遠到葉子板的距離呢 都大概5到60幅 所以它的車高設定呢 都是比較偏高一點 那今天的預計降下來的車高呢 降在大概剩下30幅左右 這個是前面麥花城的懸吊系統 那前面上座KT就有附一個全新的上座 所以前面的上座是不需要沿用原廠的 那前面的它用公斤數KT是配置6公斤 後方的話呢 這部車現在是配置了5公斤的彈簧 這是前面的避震器的部分 後方的話 後方彈簧 其實它的原廠彈簧 就長度比較短一點點 這個是後方的彈簧 後方的話 上部有一些橡皮區類的 這些 也都是沿用 好吵 KT就都有附了 KT就都有附了 所以它的阻尼紙 應該算是非常非常舒適的設定 原廠的阻尼做得很軟 但KT這部車也沒有做得太過於運動化 我們也做得有辦法兼顧到舒適 所以之前公司有替打 那時候替打的車友來試乘之後 安裝率最少都有9層 所以還是有受到車友們的歡迎 那這個是避震 後面彈簧 上部 上部的橡皮 這個橡皮的話 是不需要沿用的 除非啦 車高也要設定的 跟原廠一樣高 那這個的話 也可以把它裝回去 但是一般車高設定的話 稍微略低一點 所以那個橡皮是不需要裝的 好 這個是 BIG TIDA 原廠的BG 那這台車是2017年款 從BIG TIDA i TIDA 其實它還有另外一個動力比較大的版本 185TB 是渦輪版本 那今天這台車的話是1.6NA的 這個世代都已經配置的是 無斷變速的變速箱 CVT 那如果有開這部車的車友 經理因為之前有跟這台車 有長期相處的經驗 會建議大家 要把變速箱保養的週期 要把它縮短 原廠是建議10萬公里 就要換這一台的 CVT的變速箱 但是會建議大家把它縮短 離程大概到4萬 甚至是更短 它的對變速箱的話會比較好一點 車友的話 原先也有改裝了 原先也有改裝了鋁圈 這個鋁圈的話是XXR的 所以它的J數呢特別大 它的J數比較大 所以它的 它就有一個小崩胎的狀況 所以它的J數的話是 後方的話是17吋的 9.75J了 所以它的J數比較大 所以降下來之後 要留意一下 這個是225的輪胎 所以要留意 是不是降太低之後 會有磨到的狀況 今天沒有要降很低啦 今天大概降到剩下 30V左右而已 後面是那邊 後方的話 配置的是5公斤的彈簧 上方這些機構的話 這些都是KT就有附一個新品 上方的話 這個防塵套是家常的 所以它能夠保護軸心 最需要保護的一個外部的軸心 那這個彈簧是配置170長 這個車友它還有改裝了後下 後下 後下結構感 這個有做加強 那一般如果 如果是改裝的順序 如果是先改避震器之後 那拉桿的部分的話 就可有可無 然後如果是原廠避震器的話 就可以考慮加裝這個拉桿 但是如果改裝了避震器之後 再加裝拉桿呢 它後面懸吊的可饒度 模型變成口四 它的可饒度會變得比較少 那如果有太硬的狀況 就可以考慮把它 先把它拆掉試看看 這台車還有 九代、十代、十一代的Artist 都有類似一樣狀況 所以我們都可以留意一下 後方的話 我們預計降下來的車高大概30V吧 那統稱的阻尼調整的話 是在上方待會再來介紹 後方的這一台車 其實大概在每一部車 彈簧跟避震器分開的一個拖一臂系統 都要特別留意一點 就是它的後方的統身呢 千萬不能說得太準 這台車還有CIVIC的八代、九代呢 都特別一樣 都要特別留意一下 它後方統身的長短度 那我們來看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 好 好 那後方這樣看得到好 後方的阻尼調整呢 是在 它有一個維修孔 那這個維修孔 它有一個塑膠的試蓋 這個試蓋 我們用指甲或是用小一隻把它摳開之後 就可以從這個地方來調整阻尼的 這裡 順時針變硬 逆時針變軟 從這個地方 所以跟那個FIT一樣都還蠻方便 從這裡就能調整到主力 好 那我們來介紹前面好 前面是這一邊 前面的話 因為TIDA前面其實 車重也不重 所以我們配置的彈簧 是配置6公斤的彈簧 那這台車在拆避震器的時候 它其實還蠻方便 它這裡有做一個維修孔 如果是小T的話 就比較麻煩了 小T的話 要拆裝避震器 這個試蓋要全部拆掉 但是BIG TIDA跟I TIDA 就不用 我們把這個試蓋 稍微掀開之後 就能拆得到 邊緣器上座的螺絲 那這個上座 這台車有三顆螺絲 所以拆掉之後 就可以把邊緣器卸下來 那這個上座 就是KD所附的一個新的上座 屬尼調整的話 前面更方便 從這裡就能調整軟硬了 往順時針變硬 往逆時針變軟 從這個地方 看到 好 前面的話 離載串 還有一些零配件的部分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像前面有一個離載串的固定座 這個離載串 不需要換短的 也不需要換強化的 也不需要換可調的 直接用原廠的規格就可以了 那這裡有一些油管固定架 ABS感應線 這台車開直播 好像次數還蠻多的 大概都是前面的話 結構我們都沒有設計 辯論過 前面的話大概都是這樣 用料的部分 因為我們影片 有時候也會錄影下來 放在YouTube 也許有可能是第一次 觀看影片的朋友 像KD的用料 主人友 我們一定是使用意大利 進口IP的主人友 那像油風的話呢 這個品牌也有 Nissan的地帶有很多的車油 安裝的是日本的Team 像日本的Team的話 它所使用的油風 也是使用日本第一品牌 NOK的油風 所以它的品牌夠大 但是成本比較高 但是它的穩定度相當不錯 那KD本身就是一個製造的工廠 所以日後 有需要做單一零件的更換 譬如說像防塵套 饅頭之類的這些零件 都可以針對這些單一的零件來汰換 而且裡面的主人友 萬一跟這個CVT 變化槍有一樣 久了也會裂化 裂化之後呢 都是可以保養 都是可以維修的 那KD本身的 從我們的北區經銷 還有中區的經銷商 中區的工廠 甚至是南區的店家經銷 我們都有提供試乘車 可以給車友們來試乘 那避震器的比較 常常車友會在網路上 或者是在粉絲團上 詢問說什麼品牌 比較建立之類的 但避震器會建議大家 選擇避震器的最客觀的方式 還是相信自己的屁股 實際來做看看 那KD的話 這些通路商都有實車 可以提供給車友們來試乘 很歡迎跟我們聯絡 我們會替大家來安排來試乘 那如果有任何問題呢 也可以跟我們的小編聯絡喔 謝謝 掰掰